红衣裤 叫底带 中间有一颗 从我们这个角度看不清楚是不是被咬住了 打这颗球稍稍吃住一点 其实最保险的还是这个 右边的红球 从进球角度来说 所以职业选手他们的思路肯定是要更加全面一些 首先他如果打右边的肯定是有下球的这个红球 他的叫位就很低调 只能是叫上面的地方 还得再去调整这个位置 所以说有的时候战术的选择是根据自己的水平来的 对 当然还有就是 刚好听一会叫的这个 红球队中间这个球 虽然是感觉稍吃住一点 但是呢很利于较位 而且呢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细节 冰会在打进这个红球之后 就把下面的这红球灯给开出来 就现在我们看到还有左边那种 所以他是一线双标 一局两格 这就是职业选手他们的思路 其实这个我们平时打球的时候有好的思路 还真是要考虑到自己的水平 对 你看职业选手打多了 我能想到 但是真打起来就做不到 还是需要技术作为支撑 首先就是说到这个偷位的问题 咱们一定会打这个红球队中间这个情况 肯定是要偷位的 那对于这个业选手来说的话 他们有些高水平的这个业选手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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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也是可以做到这一点啊 但是一般 啊 举个例子说 比如说 有的 有的这个业选手 单单可以打到六七十分的这种手 他们在偷位的时候 也不是说把握很大 嗯 他的话说也可能就是说 在偷位的时候随时会失误 所以偷位是一个比较 需要你的手感非常稳定的这么一个技术 五十六 真正能做到比较 成功率比较高的 必须得达到这个职业的时候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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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要对打伞 嗯 这就是 之前也经常给大家提到的 优秀的职业选手 可以能够有这个简化局面的能力 现在这个 越打越简单 越打越难 也是两种能力感 有些的这个 有一些的这个 你看有一些局面 这些选手 他没有这个 这个能力 并不是很强的 这些选手 他们真是把这个球 越打越难了 即便是在 还在不停的进球 你感觉很困难 嗯 感觉很变 看着好像很精彩 刚刚都是 很精彩 很准确 对 实际上 但是这样打球 指导要失误 他跟这个 能够迅速简化局面的 这个球比 他们的失误率 肯定要高 嗯 所以现在局面 越打越简单 主要上 刚才的这个 关键的一个偷背 还是起了很大作用 对 就是一个选择 优秀的职业选手 他在 选择球 选择球就是 一个合理性 把自己的 通过自己的技术 然后再加上自己 这个 对球的 局面的理解 认识 然后选择最佳的 一个处理方式 嗯 就可以把这个 局面 打得简单 现在 丁静辉 有望 迎来自己的 这个 连续的又一根 过板啊 其实这次 江苏精英赛 确实是打出了 不少好的成绩 嗯 也是跟大家提到 这个 在 昨天的上一个 比赛日的比赛中 马克塞尔比 是打出了自己职业生涯的 呃 比赛中的第一关要事情 哇 哎 在此之前他最高分是 141分 嗯 1997 1999 嗯 嗯 嗯 他经常是轻到最后一颗 红球啊 还是怎么样 轻到彩球的时候 出现问题 这次终于是 这个 隔眼一长啊 并且呢 在这个147之前呢 是有了 对手的这个4分 对 这次是达了151分 这个 这个 也是 足够 马克塞尔比 偷偷乐一年的了 很漂亮 在左旋转 说到147呢 也是每位职业高手的 梦寐以求的事 嗯 等一会儿呢 这局比赛结束之后呢 选择没有我们的 真的 局间的休息 我们一段广告之后 为大家带来的是 亨格利在市民赛上的147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